一過15號就要開學了 因應武漢疫苗疫情為到確保學生的健康 超頓町公訴由11號開始到17號 它就緊納上口進行 進行頂來所有國中和國中小學學校服務主兵 以及學科公共區域 專門進行小讀出業 協助好好加強風業工作 好禮拜二 二月25號 國中醫學學校就要開學了 超頓町公訴 聽一些學校來進行到全民消毒的工作 包括學校的住民 給我公共區域 結果遊樂宿舍這麼頂頂 尤其是重點的區域 讓他們的措施可以進到完成 辦公場所以外 幼兒園以及我們的 包括我們整個社區還有學校 全部都做一併的消毒 所以說可以請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學生家長可以放心 我們絕對會全力來配合 讓我們的家長以及學生 各個都非常安心地開學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不斷來扣大 為公和老師 這個學生可以安心開學來上課 那是50個人為單位一盒被用 那我們的希望說 家長跟我們學校 那麼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麼讓孩子 只要有症狀的部分 都能夠在家休息 那當然在學校的部分 我們只要孩子 臨時有發燒 或是一些症狀 我們也會做一些緊急處理 包括來通知家長 那麼來帶去就醫 來讓我們整個避免 因為不管是感冒的感染 或是疫情的感染 我們都能夠做到 一滴滴水不漏的地方 超頓上廣告表示 都要協助學校來做消毒以外 那是說 社区跟民眾有需求 也能夠跟他們來連絡 但我們也請丁面在消毒工作的期間 那是說沒有必要 不要在學校處理 提問說有不重度 現在您先差不多